更多有關聯邦大選的新聞 請留意下一節的全國新聞 轉體本地消息 隨著加國休閒用大麻合法 在昨天屆滿一年 同時銷售範圍也擴大致可食用大麻類別 比斯公共安全廳長范和夫今天則表示 省府會持續致力於大麻零售發牌系統的規管 比斯公共安全及法務廳長范和夫今天表示 省府持續就大麻零售店發牌系統 進行檢討 而從沉默起 優閒大麻合法化進入第二階段 盡許販售以下三大類產品 包括可食用類 從大麻植物體裂物質 以及外用例如大麻雨液 而省府考慮修訂法牌規範 允許小型規模大麻種植者銷售大麻 製作品 包括聯邦許可的生產者 必須向衛生部提前60天通知 打算出售新的大麻產品 所以最快遇到今年12月下旬至明年初 才可見可食用大麻等產品 在零售市場出售 在過去幾年 省府已處理近300個新大麻零售店申請案 並已轉交至地方政府處理 目前政府已批准144個私營大麻零售店可可證 原則上還有另外33個申請將獲得批准 除此之外 還會有7家政府營運的大麻零售店 省府預期在年底 還會開始多9間大麻公營大麻店 新時代電視,何銘俊報道